第一科大与日月光合伴的环境教育成果展 现场展示男子区国中小学的一校一特色之外 企业也展现社会责任 推动永续环境教育专案计划 希望借由企业、学校和社区三方面的努力 延续绿色环保的精神 第一科大与日月光合伴的环境教育成果展 3号上午在国立科工馆举行开幕仪式 活动从翠萍国小阳光的舞蹈揭开序幕 并且安排环境教育成果影片观赏 展现第一科大与日月光声跟环境教育的成果 男子区的国中小学与日月光合作 带着三年丰硕成果分享给大家 展现一校一特色 像是教育素材蝴蝶剪制等作品 将这些环保意识从小扎根 那从生活之中去告诉小朋友 从生活之中去告诉我们相关的家人 跟社会上的这个人士 对于整体我们整个环境教育 才能够完整的去做一个认识 集团展现企业社会责任 推动永续环境教育专案实施计划 更加强与地方互动 将环境议题设定为关心重点 透过与男子区的国小国中合作 建立绿色永续精神 现场不仅有成果记录以及体验活动 制作与众不同的作品 更为学生的学习过程增添色彩 丰富内容让学生都很有收获 对自己生活周遭的环境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并且知道去怎么保护它 让它去保持干净 植物野来天 这个是超酷的一个东西 用植物来做时钟 能想象吗这个东西 用什么洋离子 阴离子来做 真的是很酷 铜片芯片那些东西 这个课程真的让我学习到很多 成果展从11月3号起 为期三天 在地企业 学校及社区连结 整合三方力量 传播环境教育的理念与知识 带动更多企业与民众 落实环境教育 也欢迎民众前往科工馆认识体验 港独新闻王思武 洪静怡采访报导 1月3日的